然而,拯救昔日失望的过程并没有结束。 吸取上次手术的教训,为了防止术后感染的再次发生, 动员的工作人员想出了各种办法,给予飞龙最好的照顾。 好,那咱们说,手术之后恢复得怎么样啊,这飞龙? 手术之后恢复应该还可以, 因为当初那个手术的时候,就是一个人给我们提出的, 可能就是手术后期要护理啊什么的,是比较头疼的, 他还担心这个问题。 我们也是通过第一次以后,也觉得这个问题啦, 是需要我们这个进步加强的。 如果这个,这次手术以后,如果是被感染了以后, 可能后果的话,也是比较严重的。 所以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,准备了很多措施。 比方说这个,找一个专人,24小时值班, 如果是发现他有这种动静的话,就去驱赶他一下,吸引他出一例。 另外一个就是,给他做些风容,给他弄些玩具, 比方说给他找点事活干,把他肉给他放在纸盒里, 让他去找,弄个木桩,让他玩玩。 另外一个,还有一个比方说,给他那个原配夫人, 给他弄到旁边,让他那个兴兴相细以后, 可能也能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。 或是割一笼的比方? 割一笼怕他到时候太清热了以后会出问题, 也是要有距离的。 还有就是把那个大波,让他搁得远点,别再吵上。 就别吓他。 别吓他。 这个也是怕就是他的感染。 另外一个,我们在手术之前的话, 还是麻醉的时候,还是把他指甲又剪了一下。 怎么给他喷咬水呢? 喷咬水的话,只有让那个饲养员来做的事。 用肉把它引过来,引过来以后,趁他不注意的时候, 因为速度也比较快,一下给他碰下。 这样的话,也是比较困难的。 你说一次不行,两次不行,三次。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的。 所以这个难度也是应该有一定难度的, 也考验在心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